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是漲了265點 我跟各位講 我今天要跟各位 講一下你所不知道的 因為這個盤勢一般來講 很多人會有一些矛盾現象 矛盾現象就是 因為你會覺得說奇怪 指數漲這麼多 這些都這樣 甚至超過一半再跌 這個是這樣 對不對 並不是你想的這樣子 當然跌停板那不重要 漲停板也不重要 因為每天都會有 我就不談那個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來看一下指數怎麼算 因為指數 我先講一個 就是指數今天 今天台積電漲了 167.8點 最高的時候是 應該是超過200點 最高的時候是漲25塊 最高漲了25塊對不對 最高漲25塊是超過200點 日月光大概漲了7點 日月光大概漲了7點 這是大全值 我這樣都是大全值 那研華工業電腦這檔股票今天是大漲了 但是今天這個大全值也漲了5點多點 聯發科 台達電 紅海 我在念這幾個加起來 就算沒有200點 有200點 200多點 大概 我沒有仔細算 你台積電聯電加聯發科就200點 我是說收盤 不是盤中 盤中更多 那如果再加上日月光 圓華 台達電 紅海 紅海今天也漲了4、5點 這樣你的股票沒去 我一架你股票沒去 你對那裡有我念到這些股票嗎 台積電 聯電 日月光 這次都是晶雲代工跟封測 那一個是IC設計 我是想 IC設計也是今天的強度夠 這半導體IC設計 聯發科 聯發科為代表 那另外 台達電 這個是車用電子股 也是除人股票 紅海當然就是 最近在炒作這個電動車 你又沒去 沒去 有去共有去 沒有去 不要亂談 因為這個 就這樣 昨天我講說 有一個下影線 硬扯 因為低量硬扯 對不對 那日本韓國是跌 日本跟韓國是跌 跌比較多 不是說跌 所以韓國今天大漲正常 因為美國還沒開盤 一跌一漲 那日本也是 但是韓國是正常 日本也是正常 一跌一漲 那我們是比較不正常一點 因為我們昨天沒有跌 那今天漲 那不是不可以 因為我預估是 今天會先來回測一下下影線 但是因為 我就講過 行情一直都在變 心態要跟著變 市場唯一不變 就是每天都在變 所以我可沒那麼笨 我昨天先買一檔股票 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五賣掉股票 昨天先買一檔股票 你也許就認為說 老師你也是在跌也跌的 就明明就在漲 你怎麼買賣掉 才還買 我現在問你 我怎麼知道會漲 我怎麼知道漲 人家會去下影線 今天會大漲 你會知道嗎 你不要放臭屁了 你根本就什麼都不會 每次都亂講話 我如果知道 禮拜五我賣掉 那今天會大漲 那我當然也可以不賣 那我怎麼會知道呢 講難聽一點 我怎麼會知道 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很多 很多人會有餘力 那你譬如說 你這種股票你沒有賣掉 那不是變成這樣嗎 你在跟我說什麼 你這種股票沒有賣掉 不是就這樣嗎 你今天早上沒有賣 不是就這樣 那你沒有賣 不是就這樣 你說什麼 對不對 我怎麼會知道呢 我只是一個分析師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是按照 按照技術面操作 我先避開 然後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上下震盪400多點 我避開有什麼不對 我先賣掉有什麼不對 對啊怎麼不對呢 那我那不對 昨天曾經跌兩三百點 講難聽一點 那是因為收盤沒什麼跌 如果收盤還是跌兩三百點 你就會說我對的實在太離譜了 這個車是港幅 你了解嗎 那有些人當然是站著不動 等一下去不要賣 要彈起來 那是你高筛紋 說得難聽 我看你的運氣能夠用到什麼時候 不是每次都會這樣 不會台起 我今天沒有替誰講話 我是做多 我也沒有替做空的講話 我是按照盤勢在解盤 昨天的拉下引線今天大漲 誰想得到 或者是禮拜五大跌 誰想得到 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彈情震盪這麼大 這樣子上下這樣又七百跌 為什麼會這麼大 就是因為漲太多指標過熱 所以它晃動會很大 會非常的大 會非常的嚇人 可以說會很害怕人 你了解嗎 那你現在昨天 昨天跌下去量低 我昨天不是講得很清楚 我是昨天跌了290幾 我剛好在連線 9點20分左右 我直接講話就講 你今天不能賣低 這個如果是因為 如果是因為國內有新增加確診 而大跌200多點 那不對 政府不會允許 你跌美國跌 或者是國際股市 有什麼大變動可以跌 可以同步跌 但是如果只是因為這樣 你就去買口罩概念股 買防疫概念股不對 因為台灣會控制得很好 所以昨天的大跌是不對的 只能夠小跌 但是昨天確實大跌那不對 所以你要賣股票 我講對不對 而且你的股票如果禮拜五沒有賣 你昨天早上也不要賣 那你今天再來賣也賣了好價錢 假設你今天再來賣 一定比昨天賣的價錢還好 我講對不對 好那現在走到正台 明天台子結算大家都在講 很多人有個疑問說 那是不是先拉高台子結算 是不是先拉高台子結算 提前結算 我的答案是對的 但是你說今天拉高結算 是不是就是一定是今天的高點 一定比明 一定是明天的高點不會比今天低 我可沒有這樣講 但是他已經試圖上拉高結算 這個是一個事實 他拉高結算他有時候多單 他也不一定全部平倉 也不一定全部轉倉 他也許結算七成八成九成 還留一點點明天結算也可以 為什麼不行 但是這個今天的這個結論就是拉高結算 提前拉高結算 不然為什麼我剛剛練到那些指數 漲那麼多 因為那些指數漲 台灣50檔就會漲 對不對 台灣50檔也是量縮的漲 那台灣50檔當然大盤就漲 那大盤漲的話 你OTC來講 受到這個氣氛的影響 他當然不會再跌 這是很正常的 何況OTC昨天是回撤上升月線 我不是跟你講量縮是買點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都講得很清楚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當然你做多做空我沒有意見 那很多人現在目前很害怕說 指數漲要這麼多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 我等一下要分析給你聽 指數漲這麼多 你的股票不一定漲 你擔心的是指數漲那麼多 我擔心的是你的股票為什麼沒有漲 台積電 台積電這邊是506 這一波最低點506 你把它記起來 那為什麼要算到12月23號 因為這邊是剛好指數低點 14134 我是不是在跟你講 在這邊當初跟你講說 這個盤整之後回撤上升月線是買點 因為月線扣底地值 當初月線是扣底地值 這邊比這邊低 所以這條線不會改變 短多回撤月線很正常 是買點 好 從這裡到昨天為止 應該說這應該上個禮拜為止 總共漲了1907點 1907點 我要的不是跟你講這個 我重點不是跟你講這個 講這個你自己算就好了 因為我們也沒有做指數 但是我要跟你講 台積電 同樣的時間 從這裡到這裡 506到632 我幫你算好了 總共漲了1057點 佔55% 也就是台積電 它的漲點佔大盤55% 不對 短線都是這樣 台積電上來的 跟之前一樣 我都講過好幾次 所謂不對 是因為台積電的全值是3乘2 32% 結果它漲了55% 它佔的比例太高 所以你的股票不一定會漲 都被它搶走了 而且不是只有台積電 如果只有台積電那好說 那其他的股票 1000檔股票裡面 你扣掉了台積電的1000點 那還有900點可以漲 大家還分得到 可是它又分走了 這一塊錢 可以達到大概是 4.5點 一塊錢大概5點左右 你就用5點 它從這裡到這裡來 那你想想看 它漲了2、30塊來 大概30塊有 鴻海大概漲了30塊 同一個時間漲30塊 那我剛剛講過 一塊錢你用5點來算 那就漲150點 鴻海就漲了150點 好那我們再看年發科 同樣的時間 年發科705 都是從最低點算到899 那705到899這樣子 也是快200點 快200塊不是200點 那一塊 你就用200塊好了 就不要計較了 705到899就用200塊 700到900好了 200塊1點5點也是140點 那扣一扣算130點 130加150剛才鴻海280 算300好了 300加台積電900 1200 然後還有台達電 這個也很補 還有這種 這個也是很補的 這個都很補 很補的 這個指數都貢獻很大 還有這支 所以算算的 扣掉我講 這個台灣50黨扣一扣 你看這個扣一扣 大概漲了八成 站的指數佔八成 一定有啦 台灣50黨這股票裡面 大概漲大盤 漲了1900點的八成 其實應該也不是這樣講 我應該說 前十大應該漲了八成 不要50黨 前面10黨就夠了 你知道嗎 你看到什麼現象 我在跟你講什麼 你知道嗎 你擔心的是指數 我擔心的是你的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 回到這邊下 Boney 請主席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这样我说你听得清楚吗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都很担心指数 有些人说指数很高 有些人指数说 涨到1万4就看1万5 1万5就看1万6 1万6就看1万7 1万8两万 对不对 你是这样看 台积电 外资看到涨到500 就说600 600就说700 700也700多 700多800多 有个865 又有人占一声说1000 发大 因为你如果没发大声 报纸不给你报 你的分析数也太可怜 因为如果你说600多700 没有人要报导你 因为不好玩 对不对 但是你说台积电目标价850 这个最高写一下 看谁看最高 昨天最高是有人说860 那今天马上有人占一声说1000 为什么占一声 你就可以把他报 新闻就给他报 他就会出名了 他就有曝光度 免费打广告 接下来我看会有人喊2000 这不太厉害 我如果说你如果在这里 说长浪比较有效 我说这样有效 你如果起来 这个放炮那不厉害 大家也会 台积电 我跟你讲 我讲难听点 我也不会讲过去 你看我很少讲古时候 有些人我看有些分析师就很讨厌 每次都在讲说 我一个月以前 我曾经推荐台积电 你不要脸 你真是有个笨 一个月以前推荐有什么厉害 我在2008年推荐台积电 我比较高 我这边也叫人家买台积电 你说什么 股市场的事情一直拿出来讲 我们是讲明天不是讲以前 我三个月叫你买哪个股票 这样涨多少 你三个月叫人家买的 也有叫人家买长龙 跌了你都不算 涨的时候拿出来电 这是叫分析师 分析师不是讲过去 过去我十几年前 我也说台积电很厉害 三几块五十块 不算很简单 难道我会拿出来这边讲吗 这么不要脸吗 讲过去没有用的 要讲未来 我讲对不对 讲未来 你要讲明天会涨什么 今天我做什么 而不是讲过去 那谁不来讲 对不对 你有时候看到我 我们说话有时突然大声激动 我不是 我在表演 你不知道这么傻 我没有那么容易生气 我是在表演 你听到没有 这是我的风格 你看有的头部比较聰明 每次看到我这样子 你就说到我在想起 我当时在想起 我是在表演 你听到没有 我就跟人们不同样 我就这样要来说 你听我的意思吗 我要说什么 讲的差不多 你看今天的强势股很多 对不对 我今天讲到 我刚刚最重要是讲那些 你要起起来 那你现在台积电在涨 虽然是量缩在涨 但是事实上人家就是要 要拉起来 拉指数起来 你怎么没法度 你怎么知道他 他上来以后 他当然会 整理了一段时间 他这个力量更大 比台积电还大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两股票明天要比台积电更强 因为它有保障回来 这支没有 这支也没有保障 所以它就倒掉了 你了解吗 一样金元代工 但是像这种股票 台积电上来以后 这种股票都会补涨的 你看这方面是扭扭链链 不是为补涨吗 我只是用这样的概念告诉你 而金元封测来讲 你看看 金元封测 这些叫金元封测 不是这个 这是金元封测 这些都是 当然最主要是日夜光头痛 它一定是跟台积电涨的 没有错 那这个是车用的 这车用导线价也是放在封测这边 对不对 它还是先整理之后 回测上升月线上去 所以股票它不会一直涨 它有时候要回下来一点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这个回下来这边动不住 因为消息变太多 它只能够未来来讲 量缩寻找季线了 股票就是这样做 没有为什么 基本面不是很好吗 它又来 它又来 只要贏这一步而已 你存在没办法 大家也基本面很好 你实在是很減少的 大家觉得基本面很好 长龙基本面很好 你再说啊 有点烫烫的 长龙的基本面 这里的基本面 跟这里的基本面 跟这里都一样 都一样很好 那问题股票价格跌就不好 我来说股票要用技术面做 你常常用技术 跟它说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常在说那些 这支股票不好 才有反断 不然你不是说它基本面很好 这边你听我吗 股票不是算本义比的 不是算什么本义比的 这支股票贪的钱 刚刚有大力光临的一半 结果结束跌到第二就对了 这就不是这样算的 股票不是这样算的 不是算是EPS 没有这么简单 很简单 大家买一样做 看一看博主要看一看就可以了 不是欧白目的 你不能收用电子股 你怎么听消息说欧白目的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我说这个会补涨 但是我卖了 我上礼拜五卖了就卖了 我不会在这边 对不对 我不是后来 我不是做联发科 后来换到这档 我不是说WiFi第六代吗 这个我不是说这档股票会涨吗 对不对 我上礼拜也是卖了 有赚钱卖了 卖了就卖了 我不会说涨起来又变成我的 不会啦 我们没有那么不要脸 就是因为跟涨这档股票的 对不对 我当初跟你讲这个会补涨 那事实上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请你注意一下什么 我要请你注意一下这个 这个金元代工跟风车 当然IC设计股还是一样看 IC设计股 IC设计股 强度就很高 IC设计股你看联发科 联发科上就上了 联发科他昨天是回撤上升十字均线 强势股指到十字均线 我昨天连线都讲过了 所以现在是涨 那但是涨了以后 我们要不要永远都不撤退 不是 你也又不是不知道 我上礼拜五全部撤退 股票换钞票 结果昨天跟今天又忙着把钞票换股票 但是我们买股票 我们也还没买满 我每一档股票最多买三成 我的股票只有我才买一成而已 只有一档买三成而已 我们现在目前资金大概用掉一半而已 我是跟你讲真的 我也是讲给会员听 因为你这个地方经过了 一个长黑之后的反弹 的量缩反弹 又碰到美国股市今天才要开市 昨天是休市 美国股市到底要大涨大跌 我不知道 我没有把握说明天要拉高结算 像非凡台那时候主持人问我 说明天会拉高结算 我说我不知道 我直接跟他讲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能赌 对不对 我不能去赌这个行情 我只知道说会反弹而已 你反弹以后你还没有过高点以后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但是台经铁有过 至少它是一个指标 但是它量有点少 要补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比较有机会 这个比较有机会 它很好 它带头很好 有什么不好 大盘才会涨 是不是 这个才会反弹 所以不要跟市场争辩 涨就是涨 跌就是跌 我就是这样做 你了解吗 面子不重要 理直重要 我跟各位讲 行情随风飘 钱在烧 股在飙 股票每天都在变 唯一不变就是天天都在变 所以我们的心态要随时在改变 该做多做多 该做空做空 设好停顺点 要买再强股 不要买落实股 你了解我意思吗 一样再买股票 你买强势股 你买强势股跟买落实股不一样 因为强势股代表在涨 落实股代表在跌 你怎么知道不会涨 你怎么知道不会跌 买股票都有风险 那其实买弱势股 买破底的股票风险更高 你懂不懂我意思 买强势股的风险比较少 同时你如果是菜鸟的话你听不懂 因为你喜欢买便宜货 买便宜货明天更便宜 可是如果你是老鸟或是你是高手 你听得懂 买股票一样再买一样负风险 你要买强势股 强势股有时候会创新高 有时候必须要追高 但是你追高也不是无限量追高 你要看还是要看指标 不是这么简单的 行情不等待除非你过快 看到好球会棒吗 站着不动被山震吗 是不是 其实是价格最重要的东西 我给你说定然给你复习 情绪管理很重要 用技术分析操作 不要基本面很好 要买买最强的 最主流的 你听我的意思 你做股票是这样 技术面为主 这都看一看而已 不要跟我说这些 钱是英雄蛋 你看昨天不是下跌靠风吹 公司要确准 结果就给敲风吹 今天昨天上来不是用钱队 我说有道理 老师 老师你若偷偷偷偷 我不是故意偷偷偷 你不能当时我来想起 我没想起 想起的是你 你敢说我来想起 我是在表演 你听不懂 大家要望赌赌 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到公司来 先问助理 要参加会员直接跟我们操作 我带你买 带你卖 我会带你买 一定会带你卖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操作股票三到五档 不会买一百档 不会买一百档 我们只有三到五档 我们测就测 我们进就进 像我们礼拜五测就测 那昨天开始补 今天又开始补 对不对 那明天呢 明天明天的事情 每天都把它做好 把它简单的事情做到很好 那就是不简单 懂我意思吗 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008 我想这个地方 你这个有关于股票的问题 你可以打电话到公司 来询问助理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